炎炎夏日最適合来晚清凉的冰品或是饮料消暑 只是这看起来晶莹剔透的冰块却是暗场危机 新北市卫生局公布冰块冰品抽验结果 69件当中有两件生菌树或是大肠杆菌超标 目前这个抽验的结果 三桑巧福的板桥垫 以及这个康拜它的这个冰块 从置冰区取出来的这些样品 检验的结果呢 它已经超标到17倍 验出来的这个生菌树已经每CC有1700CFU了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特别也针对业者这部分跟它做了一些辅导提醒他们 生菌树大肠杆菌群以及大肠杆菌素质是产品的卫生指标 如果冰块的卫生指标菌超过标准 表示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卫生状况出了问题 或是和工作人员的个人卫生状况有关系 导致交叉污染 不小心吃到带菌的冰块 对人体最大的影响就有可能发生上吐下泄的情况 我有上网去查了一下 有关生菌树其实是好像跟它制作的材料 跟它的容器是不是有本身够不够干净有关系 那至于大肠杆菌树跟大肠杆菌可能跟 它在这个食物在制作过程有没有受到污染 人体本身有它的抵抗力 就是我刚刚说明的 那你大部分的食物吃进肚子里会进一步到胃酸 胃酸可以想办法抑制部分的细菌 但是如果细菌树过高 它可能就会产生影响 针对冰块生菌树超标的业者 卫生局除了开发之外 也要呼吁食品业者贩售的饮冰品 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符合饮料类及冰类卫生标准 同时落实自主管理 确保消费者的饮食权益 中央新闻林匿流樊钢板桥报道